今天想講一個奇遇 《落街溝女》的故事 《落街溝女》永遠都是一個連續的故事 一單接一單 有時可能很不幸 沒什麼收獲 有時很幸運 就可以撈幾個電話 甚至找到自己的姻緣 也不奇怪 當男人就要出去打獵 這是沒辦法 也是男人的天性 不要巨派這件事 首先我覺得人人都要選自己熟悉的路線 以我為例 其實都會在家附近溝女 慢慢走到旁邊幾個地鐵站以外的地方 我都是用走路的方式 因為你不知道 可能走走走走 可能有些地方很悠閒 那些人走得很慢 其實容易搭散 好過一些繁華鬧市 繁華鬧市都有繁華鬧市的 旺角銅鑼灣都有他們的玩法 他們是一個我們叫做Target Reach的地方 是一個充滿Target的地方 但亦都是充滿戒心的地方 因為他們的緊張程度很高 車人來人往 他們覺得你很奇怪 覺得你怎樣怎樣怎樣 你解除你的戒心是相當之用力的 反而小社區他們的感覺 可能輕鬆一點點 下班的風格有些不同 但是下街搭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個是真的 好了 那我走走 照教 又去大學鬧下雨 又沒有什麼 不過去了另一間大學 那間大學設計就是 有一層全部都是圓桌 一個一對對的人 三個兩個一個在溫習 找一些專門一個人溫習的女生去搭散 因為容易拆 還有找那些面部表情好少少 未至於扭曲 未至於很苦路的那些 那些走過去都是西後西面的 找一些好少少 真的的確找到 都抄到兩個牌 一個牌很簡單 其實開場版完全一樣 很簡單 走過去 咦 可以出聲 可以不出聲 可以假裝看它們的屁股 先 然後就說 你在找什麼 然後呢 他就說 他可能未必回答你 然後你看一下他的紙 上面的項目 哦 原來你在找英文 OK 然後就開始溝通 開始聊天 然後我就問他 為什麼選E4 E4 多不多靚仔 之類 最主要 為什麼說E4 多不多靚仔 其實是刺激他對異性的機關 通常呢 你說那些靚仔靚女 講一下他身邊的異性 他就會開始 那個情感 那個電路是會著的 所以兩性話題是很好講的 但是你要是一種暗示式的 不察覺地告訴他 他就會 跌跌跌跌 開始 啊 很想說一些東西了 開始 哪裏有啊 不是那麼靚仔 可能都說 只有幾個靚仔 那些 然後就會開始有些話題出來 然後就說 你有沒有暗戀哪個啊 這樣 誇張一點 可以這樣說 然後就開始 不過第一個套裝 就是內地女生 全程我用一些簡單的英文溝通 知道他是long distance 有男朋友 這樣 就問了他一些關係上的問題 可能 你怎樣保持 你們每天的拍拖是怎樣呢 我問他 他每天都要保持WeChat 但我問他有沒有視像呢 他又說沒有啊 那我建議不如你用視像對話 其實效果會好很多 其實long distance 其實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來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現在科技這麼先進 就是 視像對話 如果不是說 時差差太遠 其實視像是不錯的選擇 來的 好 就告別這個套裝 都沒有做過什麼 所以都 純粹是 簡單談幾句 然後就問他WhatsApp WeChat 他都很久而比 因為內地身 沒有所謂 而且我看過他的氣場是好的 是lice girl 來的 不是那些細口細臉 如果細口細臉 其實第一句都不理你了 聊到這段時間 很自然就比了 好了 接著 因為WeChat其實也很缺少 WeChat 會缺少過WhatsApp 即是 人們會比WeChat 會缺少過WhatsApp 但是WeChat 有趣的地方 是多想過WhatsApp 所以兩個功能是不同的 WeChat 會多很多生活照 等於一個Facebook 就可以跟他看那些圖 去追求他 甚至WeChat怎樣追求女 我曾經試過 就是 那個女生其實已經被罵了 都是 又是殘局 又是不知為何 又被我救回山 WeChat 他偶爾會貼一張圖 我每次都回覆他一張圖 回覆他一句說話 一句說話很簡單 每一句說話都很簡單 在WeChat上面 會簡單寫一些浪漫的句子 放進去 這樣就放一兩句 他不回也沒辦法 我也不會回 但會回他的朋友圈 他的生活圈 回回很有趣 他有一天真的會測試我 測試我 測試我開始多一些水溫 甚至穿了出來玩 他會測試我 在我人生中 挺經典的殘局 VChat 其實是可以追求女 其實一樣 Facebook 你回覆他 其實他是知道的 他自然 差不多這樣 回覆你 回覆你 其實水溫開始回升 他不回理 當然沒有辦法 任何都不回理 這樣就不回覆你 OK 好了 第二套類似 又是問他在找甚麼 跟著有閒談幾句 跟著有 主要是針對性 我主要是問他一些問題 去看看他 知道多一些他的事 他問我 那便要回答 即是代表他出RR 但他如果不問我 我主要是了解他生命的圈子 他的科目 或者他對異性的看法 那我全程 第二套類似 全程問他一些 學業上的事 然後我最後 就問他 抄了個牌 這樣就 抄了牌之後 我問了一個問題 他覺得奇怪 但我都不理 這些 我問他有沒有男朋友 但他覺得我有點奇怪 那我不理他 然後我說 沒有 想看看而已 那 知無 那 那 那個女生 不是說絕世美人 但正常樣 這樣 抄走了 知道簡單的情報 又走了 又不斷在這裡 兜來兜去 有個搭扇 其實那個搭扇 都不算什麼搭扇 但挺有趣的 可以講一個經驗 就是 例如說 前面 迎面而過 有個女生 我沒有用過這句開場白 因為我知道大學那個休閒氣氛 這句開場白應該洗得出 因為整條走廊只有我和他 那我就走得很慢 他問他 去哪裡 跟著 他停下了 兩個字而已 那個開場白 去哪裡 沒有了 OK 跟著他說 他 他看著我 有點奇怪 但他回答了 我忘記他回答什麼 跟著 我忘記了 跟他回答什麼 跟著 他說 去找朋友 走開了 但證明 有時候開場白 有時候可以很簡單 都可以 我都試過 有一次在地鐵站 我無故發生的 這件事也是 其實開場白可以不用 可以誇張到 我看著那個女生 其實我真的好奇看著她 那個女生的打扮 她不是漂亮 但我真的看著她 她看著我 什麼事 她的第一句開場白 問我什麼事 接著我又落她的 寫 我問我 有沒有你的耳環很漂亮 但她之後不是很騷 我 但很好笑 其實有一些 叫做 用動作的開場白 主要是眼神 你其實熊到很近 看著她 其實她一定會出聲 什麼事 或者怕了你 走開了 好了 今集的主要是 講一個其餘 這個其餘就發生了 就說 我在某個地站出閘 其實我是有任務在身 這個任務 其實就是 我話說我封驚 知道一個女生的工作地點 其實我想見一下這個女生 我是一個目標 但是可惜 因為遇到這件其餘 搞到我有點累 就取消了她的任務 本來有個主線任務 給我一個負線任務 搞到 哎 累了 就沒有去主線任務 即是遊戲就是這樣 好像RPG OK 我在那個社區那裡 街頭有些音樂 我就看一些人的表演 站起來 然後發覺旁邊有個妹妹 很細小 看到她妹妹 一句很簡單的開場版 就問她 咦 你都喜歡音樂嗎 她開始搭碟了 開始回覆我 然後就開始說 沒有啊 剛剛經過 所以聽一下音樂 其實一搭碟 你就可以不斷搭上去 我們叫接龍式的搭上去 不要讓她停 接龍接到你覺得水溫差不多了 或者你想走 或者她想走 你就記得closing closing 你不要管結果很愈懷 或者是不要管它 抄不抄到牌 just ask 這個是心缺 即是你街頭拿電話 記得 不要你那個 談話內容很愈懷 有時 有時是極端到 你可能你跟她的對話很差 你都照問她 但我的做法 就是不拿手機直接問 你有沒有WhatsApp、WeChat 交換 不拿手機出來 我直接回答WhatsApp、WeChat 或者是say no 這樣 然後我又想好你的答案 我就說 有沒有Line 或者其他 都沒有 我全程都不拿手機 我不用那麼兇 不用那麼糟糕 拿著手機好像求她 其實我不稀巷 Exactly 就是動作不稀巷 但口裡問她 令到不要那麼推動她 這個是我的做法 當然是一人二義 當然她說 WhatsApp 我就遞手機出來 如果不是 我全程都不需要遞 這樣就 可能寫了Goodbye 就走人了 其餘就是 開始回答 了解到 原來這個是很小的妹妹 還未夠18 接近18 然後我問了一些學業上的東西 混合學生妹很簡單 最主要是說一些 又是說兒子 然後我問她 怎樣啊 你的班上有沒有兒子 有沒有暗戀誰 然後我問一下 然後我又忍她 她說 怎樣啊 那我聖誕怎麼跟男朋友過 然後她回答我 我都A0 我覺得挺好笑的 很少女生說自己是A0 我意思是說沒有男朋友 通常都會回答沒有男朋友 但她回答了一個潮語A0 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開始聊天了 了解了一些生活 喜好那些東西 因為我很好奇 A0為何 都18歲了 妹妹 為何還是A0呢 這個妹妹 我只能夠說她 她的樣子是三得不差的 那輪子是差一點的 但是都不是說 差得去哪裡的 不是說很 沒有人要的那種感覺 都不差的 如果不是的話 我都不會跑去搭山 起碼是合格的 那個樣子其實一撿了 一定是美人 她整個輪子撿了 一定是美女 但是 就是 然後 也有簡單說話 因為談到 嘩 可以告訴大家 我是談了半個小時 在這條街上 和她 鬥磨 我覺得 為何會不會 這麼好談 一來 二來 有幾個位置我想趕她走 我問她 為何會來這裡 原來她有些東西要拿 幫她家人 她是很遠來的 即是很遠 一個社區 來到這個社區 所以她特地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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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斷問她 那你之後有什麼做 不如一起吃東西 我想 instant date 她 但她有少許拒絕 沒有所謂 一邊聊天 聊了半個小時 九個字 站在那裡 所以你說 下街搭三 其實是可以談長時間的 是可以 我都不止一次 這些長時間的經驗 沒有所謂 其實因為我真的有空 我就陪妹妹聊天 了解了A0的世界 我想了解 究竟為何不想到 好 接著又交換聯絡方法 她有選擇Facebook 當然 一起打開她的Facebook 一起研究一下 我問她 你的Facebook沒有戴頭照 我笑她 她又不喜歡放 我心想 你怎能把兒子混合 這個很重要 我奉獻各位女士 你把戴頭照 是很重要的 你是被男士拿來幻想的 你不被男士去幻想 怎樣混合你 難道我真的混合公仔 有些女士很喜歡放 How Kitty Melody 公仔上去 大哥 我不是混合公仔 我幻想不到你的樣子 是怎樣的 美女又不知道 肥婆又不知道 風險很大 即是 這個等於公平 我們男士騷養 你也要騷養 難怪沒有制溝 我又問她 有沒有看中什麼target 她又覺得 扳上的兒子很硬 我就是 奇怪 我也想了解她 平時喜歡什麼 她喜歡明星 可能有些分頭 我不知道她要求高 還是身邊的兒子真的那麼差 我不知道 而且扳上的兒子比較少 最主要是談這些話題 我都堵了她兩招 教她怎樣追求 我都知道我有少量的女聽眾 我查過我的統計 其實我九成是男聽眾 有一隻是女聽眾 我教一些怎樣追求仔的方式 女生主要是用被動式的方式去追求仔 最主要兩種方式都很快速 一個是Kino 都是身體接觸 另一種是眼神 最主要女生追求仔的方式 永遠是在她旁邊附近 經過或是搞些事 或是停下來之類 令到男士先注意 接著注意到 最主要是用眼神 看一看她 看一看她 怎樣再強烈一點的眼神 怕醜的眼神是怎樣的呢 女生可以學一下 男士怎樣看女士的眼神呢 這裏又是雙向很有趣的 我曾經說過RI 其實女生的RI 其中一種很有趣的就是 她看你當然是 她看著你當然是 她看著你 她看著你 然後閃開眼神 再看著你 其實這種眼神 是叫做少少害臭的 對你有意思的 這種都是RI 好了 女生很簡單 如果你是女性角度 那你就模仿這種眼神 例如說 你看看她 假裝害臭 再看一看她 看回她 當然有些男生很笨 例如我 我以前中學時 都是不認識這些東西 即是我不是Lateral 我不是Lateral 或者我是Lateral 但是變成了不是Lateral 這個世界 我不能知道 亦都不能去追究 人生過了大半生 只能夠說是 一種眼神接觸 是很基本的 但未必夠強 第二招就是身體接觸 例如我教她 小色的時候 如果你想追求她 你可能觸一下她的手臂 不如一起去吃東西 其實男生應該 這個會再強一點 一來你約她 二來你抓她 這個都會強一點 我再教她這招 就是Compliant test 即是服從性測試 就是教她怎樣去勞洗孩子 很簡單 這樣 這個是我親身經驗 這個都是我 很微細的動作 但已經講了千葉萬語 例如你可以 那些瓶裝飲品 你就不要叫她幫你開 你把我開 你遞進去 遞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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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幫我 很短的 好像男朋友那種感覺 幫我 這樣 然後她就會幫你開 OK 這些都是很細微的暗示 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那次有個女生真的這樣做 那她給我 遞進去 幫我開 這樣我就幫她開 但我不懂得做 那其實我應該一下子 喝下去那杯 那瓶裝飲品 那瓶裝飲品 是要喝下去的 然後再帶給她 幫她再喝下去 那關係已經確認了 已經很微妙地確認了男女關係 那這些就是很失陶的東西 那我就說 這個動作你可以嘗試做 當然是要類加的 那一個動作不夠 那你可以叫那些男生幫你做一些東西 就教她 女生就不需要那麼強的 有時候可以假裝弱雞 就是有些事情明明可以自己做 都特地叫男生做 讓她幫幫你 男生就是有一種叫做被需要的感覺 如果那個女生發出一種很想人保護的感覺 男生是喜歡的 可能慢慢就會上癮而喜歡 你都不出奇 這些都是追求男生的技巧 因為我們兩個男性就是一種這樣的東西 你想我幫我 我又有英雄主義幫你 這樣說了一些心疊給她 過了一些心疊給她 那還未完 聊了半個小時之後 然後我覺得有點不耐煩 我自己覺得 我只有兩條路選擇 要是instant date 再走多一陣 要是走人 那我又沒有工作 那我繼續陪她走多一陣 然後我說 那你去哪裡拿東西 那我陪她走過去 那我陪她走過去 那我陪她走到一條很漂亮的街道 這樣就 拍了一些照片 這樣走多一陣 然後又陪她走到商場 然後又陪她走一個大型的書局 走完所有東西 然後就很累 因為中間都沒有怎樣說話 都會累累的 因為其實那半個小時 站在街上 什麼都說了 其實都 然後就了解了一些A0的心態 我自己覺得這個女生 就稍為 叫做 再野性一點點 她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女生質地不差 這樣就 可能會有拍拖 之類的 所以她問我 這樣捉Kino的男生 不就很孝 但我自己這樣說 我這樣看 你不Kino的男生 那又怎樣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呢 坦白說 我見到一些可能能結婚 或者一些出色 能夠拍拖的女生 她們都懂這些簡單技巧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身體接觸是很普通自然的事 男女都喜歡 不要忌諱 女性不要忌諱 一個 一個翹手 一個小小的輕碰她 一個抓住她的手臂 這些都是很Charming 在男士覺得你很Charming 而不是覺得你很孝 你管這些女性朋友怎麼想 難道你一輩子陪著女生做老姑婆嗎 看見好男生 抓她 這個是我 很簡單 但是一個很就效的道理 幸福是自己爭取的 好了 走了很多地方 所以嚴格來說是一個instant date 但沒有去吃東西 因為很奇怪 這個妹妹 我問她你肚不肚餓嗎 不肚餓嗎 我頂 然後她還想走 頂不住 我頂不住 然後她說 我差不多了 我都要走了 這樣就 拜拜了 這樣就 打一搭她的火頭 送她走 這樣 我都有些簡單的身體接觸 Kino 所以簡單來說 Day Game 是可以有身體接觸的 再誇張一點的身體接觸都可以有 打車輪的YouTube影片有很多 這些不多說 所以 只能夠說 這個妹妹事後給我感覺就是 令我想起一件事 一來就是 為何我會抄牌 而令我想起這個問題 其實我這個女生 我看回 對了她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 大概 不是那麼漂亮 嗯 算是後山白畫的 但是 我覺得 我不明白為何我會抄牌 有少許 有少許 但後來我想起 其實她有點像我 某些親人 像我某些親人 所以令我覺得 可能是一些anchor 我們那些叫做記憶球 令我想起某個人 所以令到我覺得有親切感 所以我才會覺得 可能和她聊天 抄牌 那好了 這個也是一個技巧來的 你在街頭上面的心態就是 可能一個美女 你可能是一個拆骨戳來的 Let's say 你沒有理會 你自己衝過去 試試抄牌 有機會她都覺得 你是像某個親人 而可能給你一個牌 而剪開一段 你屬於她 你和她的故事 都不出奇 因為人人都會見過拆骨戳的 人人都會見過英俊的 但是你不知道她生命中的拆骨戳 是對她多重要 或者這個英俊對她有多不重要 你不知道 可能她喜歡拆骨戳 你都不知道 當然她的紀錄會低一點 但是你不排除她 你真的會像她的親人 我不止一次經驗 我是第二次的 有一次是圖書館那個 妹妹也是 然後抄完牌之後 和她聊了幾句 後來她 她發了一張照片給我 她說我幾次她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 我想她應該是傾慕的 這個哥哥 她給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不知道是男朋友 還是哥哥 還是什麼 她說幾次她這樣 所以成功抄牌是有些原因的 今天就分享著一個與A0學生妹 Internet Day的經驗 都搞了一個WhatsApp Plan 如果你愛情上遇到很多阻力 或者很多問題想問 因為太多的話 我也有我自己的時間 我能否收你少少錢也應該 每天都會送一些我覺得有用的溝女精華 給大家去看 如果你欣賞我的台 也可以報這個WhatsApp Plan 如果倒轉 你不想報WhatsApp Plan 但是你欣賞我的 想捐獻的 無任歡迎 沒有上限的 捐獻的 你可以捐錢給我的 OK 你這樣就E-mail我 因為我都知道 很多網友都幾千字問過來 我都幾乎誇張 又不見女女千字問給我 但是兒子呢 就千字問又好多 我收了好多封的兒子 那些兒子千字問 說怎樣解除一些 真命天女的魔咒 這樣 很高興你們能夠脫出 這個真命天女的行列 走出這個陰藝 不要在這個幻想 在Fantasy裏面太久了 走出這個現實去扣女 很高興的 是的 今天就先講到這麽多 多謝收聽